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 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好 提早一點開球 為甚麼提早一點呢 因為我小弟身體有點作病 你是否最早派到滾來 不是 你是否染了甚麼細菌 不要吃火鍋 我打了一些生化武器 打了生化武器 上個星期我們就說今天就是Steven的最後一集 誰知道可能是我的最後一集 真的太冷漠 應該不會吧 首先我在這裡跟大家confess 我是打了Beyondtech疫苗的第一集 為甚麼我這麼急著打呢 因為加拿大那邊開關 因為你很害怕武漢肺炎 這個病毒 我還沒打的嘛 我還沒打的 你的腦袋是煽救我 然後你不能打 我不打 因為我真的要回加拿大一段時間 但是如果我不打的話 我就要在加拿大坐14天 然後我回到香港再加21天 現在我打了 我一下飛機就可以打火鍋 炸士多啤梨 吃褲 吃褲 吃越南 吃褲 去魚市場買紅蝦 立刻碰碰碰過 我省了很多天 然後幫我女兒解決了她住屋的問題之後 我可以在九月頭 如果我看情況異定 要不就跟我媽媽慶祝生日 我便會回來 要不然我就在九月頭 我就可以馬上回來 有消息說 這一個回來之後 我是未必需要坐21天的 我是坐7天監 現在是7天的 新的制度是7天 7天的 變成了我籌尾 我只是浪費了7天 7天裡面 大家會明白到 不要說我在加拿大住這些舒適的酒店 回到香港之後 又說我不知道住什麼的海景酒店 完全用了大家的營運基金的錢 去中飽私囊自己享受自己的 你就是心照吧 是吧 是 當然就不肯定 就是不肯定 這些人都會說 但我沒有由拿這些來玩 變成了 如果我真的坐7天監在香港 其實就不會太大影響我台的運作 即是變成了我存存貨 做一些大院遊樂的存貨 或者我有限度做我預談 完全都不會受影響 我這個兒子 現在他在這個 北角的一間酒店裡面 就是在旁邊 他是差不多三個星期沒有吸塵 還有他的屋頸 不停滴水下來 大家都猜到那條水喉是什麼 絕對不是食水水喉 一定是廁所水喉 或者是洗澡的水喉 真的很嚴重 我真的要被打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我開始感覺到眼乾 鼻乾 這些情況 而我整個人 星期二的傍晚 都有點累 而我打針的位置 開始旁邊 就真的很痛 有些疼痛 阿祖醫師 即是打了這邊有些痛 是甚麼情況 打了痛 就證明你一條 正常的 正常的 不是害怕 打了痛 你打的位置痛才是正常 OK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們在這裡 常常呼籲大眾 不要打 觀眾不要打 現在我是局打 但是有些人 就說一套做一套 對不對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你鬥 老闆 我對著天地 我打枕了就好 我知道 廢人事 麻煩煩 明白的 就算我打了第二枝死 就直播 你為了這個台 是應該去以身示法的 好了 為何疼痛 我要說一說 因為這個很厲害的問題 正常的 我們以前就說過 打那些 小時候 打那些 卡解苗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打了 其實這個位置 肩膀這個位置 打那個位置 應該有點疼痛 就是有點輕微的痛 正常的 為甚麼 因為其實他打的疫苗 是甚麼呢 所謂滅活疫苗 意思是甚麼 即是說 其實就是在這個位置 在肩膀這個位置 把一些菌放進去 其實那些菌… 但他就不是 風味疫苗 我知道 我只是這樣說 其實應該就是在這個位置 而那些菌在這裡 打下去 那你全身那些 正常的 一些叫防禦系統 抵禦自己的 霸血球之類的 就會走到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會覺得痛 原因就是這樣 好了 我再說一點點 今天幫我打了針 那個護士姐姐 跟我聊聊聊天 突然間就 捉了我 為甚麼 我迅雷不及 被他拆了我的針 好像在這個 新加坡機場 金正恩… 這次馬倫百蘭道 是這個 《Last Tanger in Paris》 金正蘭被人捉了針 死了 我被他打了針 那時候我就問問 姑娘姐姐 究竟… 我在中山公園打的 運動場 我問姐姐 有沒有人… 她說 你說過甚麼 這裡很幸運 我這個場裡沒有 但是… 你當自己買六合彩 是中國頭獎 但是你說 例如臉痰 身體有不適的 就真的有了 她也說 你不會這麼幸運 我覺得你這樣 嘩… 真是… 很難說 你還有第二針 第一針 如果你到現在都沒有事 你覺得是這樣的朋友 到現在都沒有事 第一針是安全的 我以一個很專業的判斷 但問題是甚麼呢 因為第二針很難說 還有第二針 不是第一針的問題 所以總之都是要小心 我亦有一個以前的女網台主持人 我問她是怎樣的 你打了兩針 第二針之後 她就病得像豬蝦一樣 躺在床上 她是不是都是復必泰 她是否都是復必泰 但她老公打完頭那針和第二針 是甚麼事都沒有 完全沒有反應 我老婆也是甚麼事都沒有 甚麼事都沒有 OK 總之你小心 我沒事 沒事 多謝Michael 多謝Michael Michael生日快樂 十七號 多謝David 多謝Michael 我們經常說 不是每個人打了針都一定有事 但是小心 現在我對復必泰 這些新的疫苗 我們以前傳統的疫苗 就是你打在肩膀上 然後讓你全身的細胞走到那裡 跟它對打 即是適應 原來現在的mRNA 那些就不是的 就是它在你的身體裡全身游走 包括你的血液 和你的身肝皮肺腎 千萬不要全部放在肩膀上 你放在肩膀上就行 你放在肩膀上就應該沒有問題 你這麼大的肩膀 是不是 腫到芒果 那不會的 大把位置存在 大把位置存在 大把位置 虛懷若穀 不過我認真說一句 我仍然堅持我的立場 我是不建議大家打這個疫苗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是 因為我真的要幫我小女兒回去找這個地方住 雖然Steven經常說 有她自己回去 什麼什麼 但是我跟著那句 你不是爸爸 你剛才說了幾次 就是那個心情 我希望確保所有事情都解決了 舒服了 知道她找了地方 安靜 那些地方附近的保安環境 那樣東西是妥當的 那我就會馬上飛回來香港 換句話說 我也不怕 國安也好 我們也試一件事 就是看我走不走得到 那我大概如無以後 應該是七月 八月頭到我會走 那如果我回來的時候 就是九月中的時候 換句話說 就是看看 我又提示了 是不是走不走得到 是不是回來的時候 又大肚子 像612銅鑼灣那樣 那麼多警力抓我 那我一天完全 我知道我自己還沒得到那個級數 不用擔心 Anyway 你又打了針了 這麼乖 對 又唱紅打黑 正所謂YOLO You only live once 今天那些警察 做了什麼 反毒品的campaign 他的slogan 其實叫YOLO Y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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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only live once 他以為 字面解說 你得一條命 就不要試毒品 其實YOLO 是英文的意思 就說 喂 人一輩子一輩子 什麼都試一下 這樣 是完全反對的 就是我叫你 喂 我叫 看路啊 我不是在抓你 我是在嚇你 我問一下你多老母 那類 他以為YOLO 就說 你得一條命 不要亂試 其實YOLO的意思 就是說 什麼都試一下 好心 年輕人 來試一下 YOLO YOLO 左醫師 你怎麼看 警隊的英文水平 這麼厲害 我真的要持平一下 Steven 你真是西人 你不可以讓英文的詮釋拳 比在西人手裡 是不是 我們Chinese 香港人 有香港英文 什麼叫 Long Time Low Sea 龍潭老鼠 是不是 我那隻馬叫做 龍潭老鼠 那英文叫做 Long Time Low Sea 對不對 或是Delay No More 沒錯 都可以 所以你不可以 那些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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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叫金毛 那些叫Chengush 那些叫Chengush 一時都不知道 那句中文應該怎麼說 就是 脈手成規 有時有些新解讀 日本通書看道路 沒錯 沒錯 那我們正式開始第一節 閒話家常了十幾分鐘 閒話家常 我以為是說那些嚴肅的事情 我們先給大家看看 VD1 你不是錯了嗎 不是這條 對不起 不要播這個 我們給大家看第一張照 好 這個紫荊黨 這個黃秋智 他現在的黨已經招募了200個會員 很多人都想參政 是的 有必要時人大釋法 郊野公園 哪誰就可以建屋 這是在呼應六八九的 其實是吧 是的 這個水平 除了這樣之後 罕有地 紫荊黨 生香港人 生香港人 大陸的 找來清洗香港的 乳血的心 你也敢得罪 但不僅如此 還有一堆建制 都追隨六八九口徑 少咬這個黃秋智 叫他黃藥智 你看看104 真是藥智 包括工聯會的陸仲雄 民建聯的何俊賢 以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的劉國勳 這些功能組別 當然換句話說 這群新進的議員 上位都不敢 看他們的臉色 就完全當咬他們的笑話 可能已經是歸領了 站在那裡 好 回來 好了 紫荊黨 有些搞笑的 紫荊黨 其實說完這件事 亦都是屌咬香港的公務員 少咬這堆公務員 就是屌你老母 不食人間煙火 就是所有的東西 就不能入世 我們不能太熟 我們是生香港人 我們屌你老母 我們是落區的 我們真的很了解 香港的社區 發生什麼事 我們知道 郊野公園 除了Winnie走去行山 沒有什麼人用 應該是去建屋的 那你這樣說話的方法 好了 我先問問Steven Hing 你覺得這一個 為什麼有什麼 新紫荊黨 黃秋智是否真是弱智 他們離地到個虧 他第一件事 真的沒有在香港住過 他是拔歲仔 拔歲仔 但是很小 不知道他去美國之後 哈哈哈哈 哈哈 佛的那些 我覺得 這群這樣的人 跟我和香港市民說 我們多建一些公屋 是天荒下之大謬 是 他們最想的就是 借一些地產很貴 要多賺錢 說這些話出來 根本就不適合他們的身份 明白 左醫師你又怎麼看呢 梁振英為何描救 因為之前他們說 你也記得 那位田飛龍 好像是吧 是 就是香港有些 Hello 輩輩 你好 有些叫做什麼 建制派的議員 是嗎 記得他們罵的建制派議員嗎 忠誠的廢物 是呀 沒錯 現在你屌人 就有人屌你 就是你說我忠誠的廢物 我明白了 你抽策我一下 我當然是屌你一下 即是你當日刺人 今天就被人刺 道理是一樣的 這些叫做報應不爽 恩果循環報應不爽 這個很明顯就是 屌你到尾 因為他們那群人 濕狗的人 然後還拖 換句話說 其實是否忠誠的廢物 和這些香港人 將來也是一個對立的層面呢 肯定的 因為大家都是 他現在都是欠那些席位 是 永遠都是那樣東西 以前就是民主派 和所謂的民建聯 所謂的保皇黨 去爭 現在他變成了民主派 沒有了 你拘捕他 坐牢就坐牢 走路就走路 或者是主義處 或者是棄選的棄選 將來就是和這些 所謂的紫荊黨 大家都是狐片的 現在是賣牙的 接下來的 你看到梁先生 和林彬也在 互相對嘴 大家好 瀑布醫師 這麼有創意 有人叫你縮下法 誰叫我縮下法 前面有些網友叫你縮下法 叫我縮下法 誰這麼大膽 豈有此理 我把頭髮都看不到 我怎麼做 我叫Ivan Lee 我把頭髮都看不到 難道我怎麼做節目 豈有此理 你真是 誤了水才說 我縮下法不用剪 你們問一下老闆 你要保佑他第二針沒事 大哥 一個一個和我祈禱 你們說法 好了 他現在 紫荊黨已經有200個黨員 說了很久 200個黨員 整年都是200個黨員 沒有多過一個 一開始就200個黨員 沒錯 兒媽咕爹加加賣賣 有些像M.I.H.K.的訂閱 對 他也有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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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了嗎 第一我們說一些好消息給大家聽 有好消息嗎 一台是29萬4千人 即是不是30萬 對 不過沒有人給錢 Youtube第二台是10萬人 剛剛我看了兩個台 總共的KickView 差不多有2億 2億KickView 即是你射精的精子 如果2億KickView 但KickView沒用 你是錢才有用 即是你不要說1元 1毫我都不能負責 當然是 如果一個KickView是1毫 當然是最好 但不是 沒關係 即是我們心中富有 還有我們的寶座 明和利不刻而追求 你而已 我心中都不富有 我睡街 我們的財富在天上 即是這樣想 你這樣想 我不想在天上 即是想一下 我希望有72個處女 你以為我加入了伊斯蘭 好 這200個的黨員 有興趣 有很多人想參加這個參政 當然他們沒有說過這個參政 是參加了15月的立法會 當然是選特首 選特首 我覺得會很搞笑 即是這群傳媒的聲音 香港人用說譚仔話 即是你想想 即是說英文的 英文的嗎 第一次看他們訪問是說英文的 分分鐘他們比民建聯好 不出奇的 那我相信我絕對 有些當然不是全部 即是有些他們的 即是他們 因為這群字英人大部分都留學 而且可能成績不差 所以他們如果說國語或英文上來 分分鐘會比民建聯 我覺得他們的日雜史 就要試試看哪裏買廁紙 以及適用這個 但講廣東話就麻煩了 講廣東話這群人就露底了 所以現在就經常叫你推國語 對 普通話就是這樣 即是有時候在議事庭也不用說廣東話 只要說什麼 我們也看到很多網友 有些阿Fred 例如加拿大的人 剛剛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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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eak 也是美國那邊的東岸 東岸應該是9點多了 應該是 有位阿Law 什麼機什麼Law 看不到 他說又喜歡我又喜歡阿金毛 你也很濫 羅雪基 羅基雪 不知道 可能是 多謝WingWing 可以支持我們 好 我們這個主題 主要是笑咬他的內訌 笑他? 我是嚴肅評論 你笑他的嗎? 我沒有這個心態 斯文 再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這一集可以縮短一點 後面可以去的 不用拚拖 好 你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 梁振英 咬咬這群人 換句話說 梁振英 其實也是跟這群人 咬你到底 他沒有說過 梁振英是忠誠的廢物 是不是? 但是他咬你到底 這個紫荊黨 他開口去咬他 換句話說 他是不是也是 站在咬你到底 不等同的陣營當中 一定是 你想想這群所謂的 海歸 這群海歸 他在香港 暫時沒有任何政治籌碼 他們只可以 例如他見過中聯辦 他覺得 可以了 我看好你了 是 但其實沒有一個 扎根在地上 不跟梁振英 梁振英 所以為什麼 大家看到林鄭月 做什麼都搞不定 因為他也沒有那個根 他也沒有政治的根 梁振英是這麼多個 特首 最有政治的 圖案 在香港人 他見到這群紫荊黨 究竟說兩句 罵他 他們都知道自己 那個底位不夠 他們可能有學識 有學位 有錢 有某一些勢力去背負他 但他們始終不是落地 其實 梁振英是土共 大家應該都沒有意義 他那種土共的網絡很強 他根本就覺得 這群人根本就不放入眼內 在眼中 土共自從六十年代的尾 輸了一次給港英政府之後 想報仇 已經想報仇了六七十年了 等了這麼久 現在又是國安法 又是 他以為港人治港的港人 是這群土共 你們這些海歸來阻擋住 一定跟他反吵 一定跟他吵 中文人有句話 中文人有句什麼話 客家佔地主 可不可以這樣說 小花或者Cody 幫我搏搏那個衣兵師 那個傻子 搏你的老母 我們就是喜歡香港 我們搏搏你們這些 大陸共產黨在搞亂我們的香港 這個是我家 走是你們這些全家產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走 你都可以搏搏的 搏你的老母 這個地方是我們家 我們要重新搏你的老母 你不要走 你要想什麼要我走 給你們這些賊頭 沒有文化 沒有水準 寫簡體字 講普通話 吃酸辣粉 吃牛蟹麵 你們這些傻子 來香港 不霸香港 你們這些傻子 不要那麼激動 他聽不到了 他聽不到了 他照看得到的 問題就是 我測試了一些打針 會不會有影響 大哥 這些事情 你先出一張訊給我 不要那麼激動 老闆 你看著身體 真的 看著了 老闆 我試一下 做任何事情 沒有 有什麼事情 你先做節目吧 大哥 不要那麼激動 我想再補充剛才的一句 港人治港 在很多人的意裡 是有不同的意思 在你的港人治港 我們是土生土長 港英殖民地 臭大 我們拿到他 屌你的高尚情操 屌你的道德價值觀 完全及乎世界標準 普世價值完全擁護 屌不肯是我們這些傻子 但是 梁振英不是這樣想 梁振英、董建華的系統 不是這樣想 他們覺得港人 可以有權去治香港的 就是那群土共 等了這麼久的復仇 屌你老闆 你空港這群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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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玩我 你不要玩我 他們真的有港人治港的想法 他們乃共 但是他們有他們乃共的方法 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他們不合格是極之合理 當然 爭吵之後 又會找一些位子去協商 這個一定會發生的 就是泛民一樣 泛民當初都會入中聯辦去聊天 最後最後他們都會想這些方法去協商 但是現在剛剛開戰的時候 當然是你說 丟你啦 不要硬過你啊 那些一定會有這樣的性格 即是坐下來 新同學記得嗎 第一天開學 有一張桌子 我們三個人搭配 你那個混蛋就把手放在那裡 咬我就 什麼啊 坐飛機啊 坐Economy啊 中間那條餅 是誰的 沒得錯 沒得錯 這樣 你到最後 喂 可以喝喝水嗎 我已經死了 吃點吧 假裝朋友 大家拿快點玩 最後就看完電影 留我耳塞你不聽聽 你明白的 大家都是窮人坐Economy 對不對 坐飛機 你姓黃我就不會明白 這個概念 坐飛機 因為那些是葉國謙 曾玉成都坐在Economy 跟梁振英也是 爭位的 平地這樣 說得非常好 這個看法 就是換句話說 看看他們將來會不會協調 但在這個時刻 起碼要打人家 我想會 一定會 一定會吵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再回來第二節的 香港政府 我們講講打疫苗 現在的情況 待會見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 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 將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 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大QR Code 幫幫我們繼續支持下去 多謝各位 山頂上的愛文芒 今年再次在MHK Store有得預訂 今年依然有由晉升引入品質保證 來自屏東方山菜洋果園的愛文芒 屏東方山伊山磅海 種出來的芒果甜度特別高 每年由五月下旬成熟之後 就會進行採集 全由果龍嚴格挑選空運到港 今年只有兩至三轉 價格比上年更優惠 你都想吃到又甜又大的愛文芒 就快點上MHK Store預訂 山頂上的愛文芒每合338元 重3kg 9-12隻 產地來自屏東方山菜洋果園 節單日期是6月14日 自取和送貨日期分別是6月20和21日 送貨就需要加60元 大家注意 如果預訂貨品是需要付款 我們才會安排訂單 有什麼問題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98108874查詢